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下沙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就批 黄金甲 怎么着 您听着耳声吧 这不是黄超的那首黄金甲 那这是谁写的呀 这是朱元璋写的 这两个人唯一相同的地儿啊 都是啊 这揭竿造反的贼王吧 今天呀 咱们这场书要评调的一位将军 跟他们可不一样 是正经八板的 为国捐躯的一位将军 这就是一等果烈成家一永宫 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 将军明锐 这回呀 这全城里边可以加果烈了 这嗜好啊 这将军明锐的死啊 咱们上级才说到 所以这级呀 咱们可以把他的嗜好加进去了 咱们这段书啊 不聊战场了 咱们就要说说这明锐将军的死 那么说这将军死在阵前 是因为这明锐将军 不安用兵临阵胆怯吗 当然不是 一路听来的老听户啊 肯定看法和我是相同的 那么说这明锐将军 为什么在冲出了重围的情况下 还一定要自杀成人呢 这一点呢 就很值得人思考了 咱们先看看 那这史书上是怎么来评价明锐将军在清免战争当中的表现的 这孝廷杂录当中是这样记载的 记字张子霸与贼接战 贼日赠 我兵日守 孤军无援 转战五六十日 未尝一败 不知道啊 您听懂没有 未尝一败 这句话 一点瞎话没有 也不夸张 明锐在他参加的第三次正面战争 整个过程当中 打的都是胜仗 哪次也没兵败 即便是最后一场战役 明锐啊 也是成功的掩护了大部队撤离 并且呢 自己也冲出了重围 只不过呀 结果是将军自杀了 战场上啊 是一仗未输 战争输了 输掉战争的原因太多了 咱们在这儿啊 暂且先不细掰扯 咱们接着说这个孝廷杂录 孝廷杂录当中啊 记载明锐啊 每天早晨起来 就出营督战 且战且撤 奋战一天到黄昏的时候 一勺水啊 一口粮都没吃 只能吃一小块牛肉 他还不忍独占 还把这一小块牛肉 分成肉干块 与亲随将士共识 明锐的这种带兵态度啊 就是放到今天 无论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作为一名主帅 也是难能可贵 他在这个士兵的体恤啊 还不光是在生活上 无论是八旗还是汉军 还是这些土炼 受伤了 绝不放弃 让士兵坐成担架 抬着这些受了伤的袍泽兄弟 也要共同进退 故 所以极困被 无一人有怨制 最后啊 因为这个敌我 兵力过于悬殊 大帅决定撤兵 那有人就问这个明锐 说大帅啊 既然咱们都打算撤兵了 还跟这个敌军 纠缠什么劲呢 咱们一味的往后撤 跑就完了呗 这明锐说 不行啊 贼已知我力竭 然必决死战者 正欲贼之我国 威令言明 将士用命 虽穷促至此 无一人不尽力 则贼之所谓 而后来者 异于接半 明锐这话呀 那可真是老成谋国之策 他说呀 咱们只有在撤兵的时候 把敌人打疼了 打狠了 让他们看看 咱们都已经穷途末路了 还如此之骁勇 这样啊 皇上再派一路军来攻打缅甸呀 这差事就好办了 因为这缅贼呀 已经怕了咱们清军了 可是这句话呀 也透露出无限的悲凉 从这一句话 就能看得出来这明锐将军 无论冲不冲出重围 也没想回到国内 必然会死在前线 死在勉地 这将军说的 不是我等日后 必一办理 而是说呀 来者异于接半 这将军的意思是说呀 无论结果如何 之后再办理 争勉事宜的 必定不是我明锐了 清史稿 高宗实录当中 是这样记载的 方明将军自免退师也 贼随处可调兵 而我无后 即贼随处可取粮 而我无记运 贼一向驼一炮 而我则兵器火炬 日少一日 当战苦时 枪炮生如百万爆竹 同时尽烈 而面不闻人鱼也 然六十余日未成一败 其中又有蛮话之大劫 这个评价就更厉害了 一句话呀 就道出了这明锐在缅甸 吃了多少苦 这些个苦啊 主要都来自于后援 咱们也别跟别人比 就跟对面的缅军比比 明锐这一万二千人呢 杀进了缅甸 有预备对吗 没有 留在木邦老城的五千人呢 只是接应而已 就即便这俄勒登俄 率领着北陆军一同跟进 那么加到一起 无非也是两万人多一点 那缅军的兵力是多少呢 被明锐斩杀了很多之后啊 最后对明锐军形成合围的 还有四五万人 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还不要说八旗军了 就是陆营兵也比缅甸军队的单兵作战能力强 但是并没达到一一当十 并且呢 客观的事实是 这北陆军也一点力没使上 一万两千军军深入敌人腹地去打七八万免兵 粮食和军械还跟不上 最难得的就是和敌人打了六十余日 哪一仗也没输 并且在蛮话还抢了敌人两万弹粮食 虽然说呀 这第三次青年战争输了 但是明锐这几场仗下来呀 不寒沉 那么说这明锐将军如此之勇 怎么就输了呢 各种史料当中的记载呀 都把这矛头指向了俄勒登俄的北陆军 这乾隆皇帝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倘若呀 这明锐兵困小猛狱之时 俄勒登俄领兵游外禁援 腹背夹击贼众何可迷愧 是 俄勒登俄丧尽天良有心遗物 其罪可胜诸乎 最后啊 这俄勒登俄也确实被这乾隆皇帝治罪 落了一个预审 最后被判了一个千刀万剐 有人呢 这会儿就抬杠了 说不是啊 圣旨上写得清楚 不是灵词 是寸折 哎 这俄刑法呀 那确实不一样 不过呢 是先秦时候的事 只有秦朝那种贼王吧 才把折腾人的刑罚研究这么细 您要指望这个大清朝的刽子手 还能把这些杀人的手艺全都掌握喽啊 那您简直是难为他们呢 看来呀 再明显不过了 这额尔登俄最后被凌迟处死 以少部分原因呢 是一屋战机 其中啊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见死不救 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这缅甸人认为自己啊 这仗也打赢了 于是这大部队呀 也撤回到了内地 乾隆皇帝派出了大内侍卫 连同当时明锐死时 身边的家人一同潜入缅帝 找到了明锐的尸体 装脸光果运回了京师 其实啊 到了这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才对这额勒登俄 以及谭武阁开审 这额勒登俄呀 还想狡辩 说我不进兵的原因就有一个 没有粮 这乾隆大怒啊 乾隆说你没粮 难道明锐君就有粮吗 于是这皇儿老爷子 就给了他一个干脆千刀万拐呀 摘心至计 有人说呢 这积淀明锐将军呢 是这个额勒登俄的脑袋 也有人说是心 具体是什么 我是一点想搞明白的意思也没有 这额勒登俄的死啊 也不算白死 他占了大清朝的一个第一 什么第一呢 他是唯一的一个 大清朝被灵池处死 二匹以上的官员 那这北路军还有一员副将 叫谭武阁呢 这谭武阁呀 哎 倒没被零食 不过呢 因为说错了话呀 也被乾隆皇帝给宰了 你说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趴地下多磕头 紧着秧给皇帝饶命 不也就完了吗 这谭武阁不误解 他想啊 他有战功 按岁数说呀 自个儿又是隔了年的兔爷 老臣人了 所以金殿玉审 和这个乾隆皇帝答对的时候 他一口一个老臣的自居 这乾隆皇帝说 就像你们这种 见死不救 不仁不义的东西 还敢以老臣自居 拉出去 就在养心殿的狼眼底下 大嘴巴足足抽了数百 这可不是我编的 齿书所写 谭自称老臣答对 侍卫掌锅数百 面目全非 牙齿近落 就这样的乾隆皇帝 还大呼我不解心头之分 处置完了这两个人 之后养心殿之外 明锐之地奎林是伏地痛哭 寇卿主子一定把自己 派至前线 为兄复仇 这会儿这乾隆皇帝 在暖阁之内 已经哭得 说不出话来了 那么说这明锐不死 回来之后 这乾隆皇帝 也不会责怪他了 这话我可不敢说 乾隆三十年 那会儿的明锐啊 还在新疆 是这大清朝第一任的 伊犁将军 巫使 一个小伯客 带领着一群 残回 反了 大概这造反的 残回呀 有两千多人 明锐是时任的 伊犁将军呢 这事该他管 于是这明锐 就派出了阿贵 以及啊 和他一起死在 缅甸的那位将军 关殷宝一同去评判 这老庭户 可能有印象 这巫师之变 实际上咱们讲过 是讲啊 这香妃身上 为什么香那集 不知道您还有印象没有 为了抚平 这个香妃的思乡之情 乾隆皇帝 命人从新疆啊 往北京 运这个杀枣树的树苗 这运树苗的小伯客呀 是个维族人 受了这个副都统 肃成的欺负 结果反了 关键是啊 这肃成不是玩意儿 欺负人家媳妇来着 您想这大老爷们儿 这事能忍吗 朕逼一呼 这两千禅回 就跟着他干了 结果这清军一镇压呀 这些禅回还是不行 这明锐处置了主犯之后啊 其他两千人表示 愿意投诚 这明锐也就不计较了 这两千人呢 就放了 可这回乾隆皇帝不乐意了 就因为这明锐呀 没有杀祥 乾隆就给他定了一个 不遵圣意 割掉了将军之衔 戴罪办差 以官后效 所以这明锐将军 自一镇前 我觉得 不光是因为 愧对皇上 无言以对 江东父老这么简单 这里边他也有 怕 怕死吗 那肯定不是 这怕死的人 怎么能自杀呢 他是怕兵败回京啊 被皇上治罪 烙不了一个全脸 说书的话 虽操啊 理不操 往往事情并不复杂 这第三次清免战争 以清军失败告终 也算是一种意义上的尘埃落定吧 但是这乾隆皇帝并不满意 大清朝廷才要调兵 潜将是再战 西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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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